大家好,我是天津英雅实验学校的学生江初源 今天我介绍一下我的留学生活 我的留学生活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又紧张又兴奋 我非常期待学习汉语 期待找到中国朋友 第一次遇到的问题是学习的问题 有很多困难 因为我一直喊你也不会 我学拼音和声调时觉得非常难 当时我分不清声调和 呲呲呲呲的发音 但是经过努力学习 现在会去分声调和发音 第二个必到的问题是 生活问题 来中国的时候 离开父母是最难过的事情 我每天相见父母 另外我得打扫宿舍 睡得早 又有网络问题等等 我知道我们得打扫宿舍 洗手间 所以刚开始有些困难 然后我在韩国的时候睡得非常晚 大概凌晨两天睡觉 所以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都容易睡觉 在宿舍里有WiFi 因此在宿舍里可以用网络 宿舍的活动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的汉水平 另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的学习生活更豐富多彩 我们的樱花 我们的樱花生活越来越精彩 我爱樱花 我爱你 感谢观看